大家好,我是新加坡之音的文雅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富豪们选择在新加坡搭建家族办公室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家族财富传承的成功关键是民智的传承计划和恰当的家庭治理 越来越多的富豪们通过一托家族办公室作为管理家庭财产和投资的协调中心 成立由专业人士管理的家族办公室 以全面纵观家族的财政利益 什么是家族办公室 家族办公室很古老 他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的家族主管以及中世纪时期的总管家 而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则出现在19世纪中叶 1868年 美国纽约的银行家托马斯·梅隆 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家族办公室 独立管理梅隆家族的资产 研究如何管理和保护自己家族的财富 在海外 家族办公室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业态 在欧美地区 家族办公室已成为很多超富人群的选择 譬如 最具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办公室 又被称为5600房间 在过去的140年中 作为家族运行的中枢 洛克菲勒家族办公室 一直守护着家族的资产 如今 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 已经成功传承至第七代人 族人数量接近200人 家族办公室的概念 是为管理富裕家庭的财富而诞生的 作为私人独立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 帮助富裕家庭监督日常业务 提供360度全方位家庭资产管理服务 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富裕家庭保全财富 使财富稳步增长并顺利传承给子孙后代 除了帮助家庭管理资产和财富之外 家族办公室还可以与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合作 给客户提供的服务 大致法律 税收咨询 家庭信托 保险 财产房产管理 小致幼儿教育计划和其他生活方式服务等事项提供咨询 比如从何处购买私人飞机和游艇 哪里能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等等 人们经常开玩笑说 家族办公室知道在哪里 可以得到最好的美甲 足疗和水疗服务 甚至是帮助家庭寻找到最适合家养的宠物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 家族办公室着眼于长远的利益 好比一个高端的管家 他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解决家庭的所有需求 为家庭的子孙后代提供稳定而持久的服务 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会面峰会确认之后 新加坡也成为安全和中立的代表 根据现有客户的需求 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 能更好地服务于客户 不利的政府政策 逐渐放缓的经济 快速贬值的货币 这些导致超高进制人士 对投资有了新的专注点 现今他们想要的是保全和转移他们的财富 稳定的正值 优越的商业环境 新加坡作为前英国殖民地 沿用普通法 因此 新加坡在严明的法律体系下 拥有清晰稳定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根据最新的世界司法的项目排名 新加坡位列亚洲第一位 全球第13位 此外 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的政治稳定 政府的政策始终站在非常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立场上 新加坡政府也渴望吸引富有的外国投资者 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和金融管理局 都在积极寻求 继续吸引富有投资者到本国投资的途径 例如富裕家庭可以参加由欧洲开发银行管理的全球投资者计划 使他们在新加坡可以获得永久居住身份 具体来说 要获得这样的资格 超高净值人士必须开设一个管理资产至少两亿新币的家族办公室 优惠的税收方案 新加坡除了拥有世界上最优惠的税收计划 还有各种税收激励计划 这些计划对于在那里设立家族办公室极具吸引力 例如家族办公室管理的离岸和岸上特别用途车辆基金的特地收益 具有免税政策 新加坡拥有超过90个双重征税协定的综合网络 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 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荣的经济体 这些地区贸易减少 甚至免除了某些类型的收入 对具有跨境家族企业的家庭极具吸引力 自1819年斯坦福来福市创立新加坡海港城市后 英国人就把新加坡作为其皇冠上的明珠 一个欧亚间的门户 正因为新加坡拥有成熟和蓬勃发展的商业中心 它常常被渴望进入东南亚和亚洲的公司作为门户 成立家族办公室的目标 家族办公室是一个中央化单位 帮助协调各种家族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为整个家族提供贯彻一致的投资策略 申报税项和整合账户等 了解成立家族办公室的目标将有助选取合适的考虑因素 从而为家族办公室拟定最佳的架构 假如其中一名创始人的主要目标 是确保主要家族成员取得在新加坡永久工作和居留的合法资格 便可能需要委任这些家族成员为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委员会成员 如果客户希望移居海外 家族办公室会会审视移民事项 以寻找可能适用的税务居民身份 家族办公室日益扮演的另一个角色 是为企业整合共同申报准则下的申报 按合法方式享有最大的税务优惠 像家族办公室坠入哪些资产 可以向家族办公室注入多个类别的资产 包括金融投资 甚至是私人或公开上市公司 资产也可以包括房地产 这个领域通常面对的问题是 到底该物业所处的司法管辖区 是否征收遗产税和转移税 以及是否设有其他持有限制 在决定注入哪些特定资产前 审慎考虑是至为关键的一环 因为资产的特质 所在地和其他细节 都可能影响律师向客户 就相关司法管辖区所提供的税务和法律意见 从而影响对最佳资产转移方式的评估 家族办公室有什么投资策略 首先 要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水平 然后决定将会用作于投资的个人资产金额 在了解这些细节之后 最后选择符合其风险水平和目标的投资策略和投资产品 至于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经济发展局提交申请方面 监管机构要求家族办公室就投资策略和业务投资 委托丁利清晰的路线图 以作为评估程序的一部分 如何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申请许可和税务豁免 当把业务成立为单一家族办公室后 家族办公室架构将纳入不同的控股公司 如果该业务计划申请第13X条税务豁免 便需要符合有关要求 例如该办公室需要聘请最少三名投资专家 投资最少5000万新币与基金实体 以及做出每年最少20万新币的当地业务开支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希望了解该业务的投资策略和其他细节 才及于符合第13X条税务豁免的批准 第13X条的豁免容许若干指定投资的特定收益或税项豁免 指定投资包括一系列广泛的资产 例如股票、股份、证券和衍生工具 持续运营的条件 要成立家族办公室 首先要决定运营业务的家族办公室选址 其他行政事项包括开立所需要的银行账户 以及落实信息科技系统以整合投资组合等 要准备好年度税务申报和其他详制性申报 例如根据共同申报准则和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的规定 家族办公室的慈善策略 过去数年 越来越多家族办公室加入慈善的元素 家族办公室可考虑成立慈善信托 以捐助给特定慈善机构 家族定立慈善目标是一项良好措施 借此理心家族希望捐赠的对象 及慈善范畴